普朗克出生于德国北部基尔市的一个古老家庭 他从小就在数学上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对于物理也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七岁那年 小普朗克发现自家窗户上挤满了冰花 晶莹剔头 十分好看 这一现象顿时引起了他的好奇 晚饭时 普朗克向父亲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父亲向他解释了 冰花是一种常见的物理现象 并给他找了一本物理书 从此 普朗克开始踏上了物理学的康庄大道 不仅如此 普朗克算得上是多才多艺 他在音乐方面同样造诣颇深 小时候 普朗克的家中常常传出美妙动听的钢琴声 引得邻居纷纷著作聆听 甚至最后忘记自己本该做的事 人们都以为是普朗克的母亲所奏 因为他很喜欢音乐 直到有一天 普朗克的父亲邀请朋友邻居来家里做客 房间里又传出天籁般的琴声 人们才震惊地发现 这么美的琴声竟出自一个孩子手中 这一年 普朗克只有五岁